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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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好的穿是絕對是選手贏球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音樂 音樂 Nadell,Kiris,Osaka,大小威廉斯我也都穿過 其實大部分選手我都穿過 都是在大門外 我是在2017年跟2018年 就是在奧網服務這樣子 特別的是我喜歡的球星是Nadell 但也很高興在奧網可以服務到 穿到他的球牌 我們是一群喜歡打網球的人 因為了解到穿線對打網球的重要性 於是我們三人決定在2013年成立了MSC團隊 我們收到了穿線專業的訓練得到國際的認證 參與許多的國際賽事 例如在大滿冠的穿線經驗以及其他賽事服務經歷 我們希望能夠為球友和選手 帶來更多的技術服務以及後勤資源 讓大家在球場上都能夠得到最好的手感 以及球派的防護 穿線師就是要把這球線的特性給穿出來 也就是說你不能讓球線過於旋轉 然後讓它的特性去減少 或是你要把它的棒數整個都穿得夠均勻 它球線的特色才會全部都發揮得出來 一開始會想要創這個創立MSC的原因就是我們覺得 那時候在台灣專業穿線跟這些球派球線的知識上 它並不普及 到傳統的旅遊影片去詢問的時候 他們大部分的人是沒有打球的 那也沒有辦法介紹的那麼的專業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種專業的技術跟知識 它是有必要引進到台灣來的 其實從一開始我們找這些定位 其實我們一開始就非常明確 就是我們要把穿線這個當作是我們的核心 販售就變成是輔助 跟以前的傳統的旅遊影片比較不一樣 他們是販售為主 穿線這些服務就是輔助的 那隨著我們開始在比較大的賽事啊 在服務的時候 就會有更多的曝光機會 基本上越來越多消費者就會知道說 他們可以來嘗試看看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不一樣 第一次做到澳網穿線的是在2015年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的澳網臨時跟贊助商威爾森說 他們提供選手每一輪有五隻 就是澳網會幫他們付錢的免費傳線 他們瞬間就需要更多的專業傳線師 因為在國外也都有已經有取得證照 然後也都認識很多大滿館裡面服務的 所以他們就互相介紹 然後我就有機會到澳網去服務 澳網滿特別的 就是把傳線師就跟那個觀眾 其實就是一個玻璃的隔起來 因為我們當時也不知道說有這種職業啊 我們都以為就是反正就選手穿好就會打了 並不知道他要每天去做這些球線的更換 我就看到他們在現場處理這樣 然後很有趣 然後我們就拍了一張那個裡面穿線師的照片 然後球員的球拍也在旁邊 我就覺得很好奇這樣 然後後來才發現 其實裡面都有很大的學問這樣子 沒有想到說 我們曾經有機會也可以站在那裡面 然後為選手服務 當初引進ERSA的過程是因為覺得那時候 只有在台灣 只有我們在推崗專業的傳線 那我們覺得只有我們的力量的話 可能會稍微有點不足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 應該要引進一些國外專業的課程 我在2015年的時候呢 我們邀請到ERSA的這個創辦人 Mark老師他來上這個ERSA的講席 這個當下我也請了這個Mark創辦人老師 幫我考了這一張PTS Protural Screener 尋回賽穿線師的這個證照 那我是算比較幸運的就是第一位 在台灣拿到這個PTS的證照 其實一開始在推廣ERSA 遇到比較多的問題 就是一些比較資深的店家會說 你今天把專業技術教人家 那未來人家會不會來搶你的聲音 那其實我們就是要說服他說 其實在專業穿線上來講 這個市場是非常大的 我們要的是讓消費者都了解這一塊專業 就會願意更頻繁地穿線 然後更了解自己的球拍跟球線的差別 反而會促進消費這樣子 我覺得這應該是真的就算很特別的地方 因為以前就是店裡他只是負責幫你穿好鞋 其他人他可能也不太過用 像我們可以做到很細的時候就是客製化 甚至到一刻然後是一密的東西 你都可以讓他有所差別 我覺得是目前我們最自豪 最引以為傲的地方 像台灣舉辦都蠻多的賽事 他們在之前原本所在的地方 可能沒有這樣的MST幫他們服務 他因為來了這個駐場穿線之後 他可以了解到更多的細節內容 那也是我們想要把這個專業推廣出去的一個方式指引 這樣子 經過那麼多年的推廣 台灣對專業還有運動科學方面的知識也越來越普及 我去球場大家都會討論說 欸球派的特性啊 或是哪一條線打起來的差異 還有就是球線的跳棒的速度這些 這些都是以前比較少人在討論的東西 我希望可以帶台灣更多的穿線師 可以到國際上的賽事去發展 我們也不停的跟國外的穿線師接觸交流 把最新的知識跟技術都分享到台灣來講 希望這條路是可以一直走下去 因為前面並沒有人真的有走 往這個方向去走去做 所以你由一樣志向跟一樣方向的人 一起走起來會輕鬆很多 我希望 Martens Well Car 好吃嗎 我希望未來的誘惠 不要玩